蘇星 川普我觀察 他光是這一天以來 二十四小時以來 他有三次公開的行程 剛剛是他看了美國國務衛院 他們在發展最新的疫苗合作 他出來信心喊話 然後還有一段畫面 我目前還沒有播 他跟所有的航空公司旅遊樂者 這個宮廳會 然後這個記者會公開喊話 那還有一個部分 他回應說廢的降息降不夠 給我再降 給我救世 所以川普如臨大敵 一天之內出來講三拖 講得比蔡英文還多 講得比習近平還多 對 因為他現在可能也意識到 美國的境內的這個疫情 有點在慢慢的在增溫當中 而且有可能會突然間就暴增了 原因是因為事實上 美國現在的確診案例 來到162例 但其中現在可能有將近三成 是找不到明確的感染源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是 他的社區傳播的態勢 已經相對的明顯了 那之前呢 他一直被管為詬病的就是說 你那個限制檢驗的資格太嚴苛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是病患 根本沒有被檢驗到 果然在他擴大了這個篩檢的標準 放寬了之後呢 有一些人陸續在醫院裡面 肺炎的患者就發現他們真的是了 所以這個時候必須要上井發條 來跟民眾講一件事情是 第一大家不用緊張 我們仍然風險是低的 他們還是在強調說他們社區大流行的風險是低的 可是為什麼五角大下說30天之內有可能迎來的一次給全球大流行 就是說第一個他們一直在強調說大流行是會來的 只是看什麼時候來 那在美國來講整體的風險應該比其他國家還算是相對低 但是必須坦承這個時間可能已經到來 到來的時候美國做好準備了嗎 接下來就是川普的信心喊話 那他一直從幾個方向在喊話 第一個方向就是其實我們疫苗快好了 雖然當場被他的專家打槍 因為他可能講太快了 幾週就會好了或者幾個月就好 可是專家在旁邊就想說 其實就沒那麼快 可是有沒有可能快呢 事實上要快也是有機會的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可能未來在他們的疫情比較緊迫的狀況下 會加速相關的藥物試劑甚至疫苗的核准 或者是在什麼樣的人體試驗規模下 什麼樣的報告出來就馬上可以讓他量產 這是有機會的 為什麼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現在呢 光是他們疫苗組織還有他們國家隊合作的 已經不只是傳統疫苗了 這才是現在重點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如果是傳統疫苗的話 從病毒培養到真正去把它從雞胚胎或幹嘛 從雞蛋培養到真正產製出來 最快像流感疫苗我可能九個月 可是如果新的疫苗來講 包括現在的是我們說mRNA的疫苗 或者有人是用DNA疫苗 或者有人是重組蛋白疫苗 這些新型態的疫苗它有機會縮短這個第一個開發的時間之外 它的大量產制的門檻會降低 所以為什麼今天事實上我印象中他之前曾經有一度講出四個月 這是因為他們的國務院跟其中一家疫苗廠 他們真的他們當時認為他們有機會16週完成這個疫苗 即便現在已經有疫苗要人體試驗了嘛 所以如果試驗的成果非常的好 接下來擴大試驗也非常理想的狀態下 說不定有機會讓川普安然度過這波危機 但是希望並不大 因為畢竟疫苗這東西真的必須人體健康最重要 疫苗是針對健康的人打的 所以它必須要很安全 所以第二步他才會來想說 那沒有關係我們加速我們的治療藥物的進行 那治療藥物它現在等於說 中國以外已經啟動了包括全球 還有美國當地的 所以這所有的藥物呢 如果能夠快速的通過臨床試驗 它至少也可以跟民眾講沒有關係 就算我們得到了 它就是一個比流感 以前他常講流感現在沒有了 因為現在WHO告訴他 這個後製後製的WHO說 沒有它的死亡率比流感高 因為它的死亡率可能從本來2%多來到3.4 3.4是比流感多10倍以上的 是非常高的死亡率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跟你講沒有關係 因為到時候我們意識到它死亡率高的時候 我們的藥物可能已經可以上來了 瑞德西韋看起來各國的專家 好像都認為還不錯 所以接下來還有最後線的 可是他接下來要面對幾件事 他可能本來沒有想到就是 3月份現在有很多美國普及的成藥 來自印度或者原料來自中國的 真的要缺貨 而且有一部分可能真的確定會斷裂 是 這個就是他們之前沒有意識到 會這麼快來臨的問題就是 居然是他們的藥物的短缺 而藥物的短缺是誰先拉起警訊呢 是印度 因為以前大家都說各國在管 這波的防疫戰備物資嘛 所以包括有人管制口罩出口 連俄羅斯都管制了口罩出口 有人管制可能防護衣相關了 結果現在印度說 不好意思他們在前幾天管制 我們管制26樣藥物的 包括其原料的出口 那這26樣藥物包括什麼呢 最常用的像這種 以西安噴普拿藤系列的止痛藥 然後接下來他們認為 警訊類的藥物包括很多種的抗生素 所以這一下子 像我現在看到的阿祈梅素 多西環素 通通都是抗生素 抗生素是用在比方有肺炎有發炎 肺炎啊 從肺炎中耳炎尿道炎什麼炎 什麼各類的抗生素都缺啦 這一次 就是一系列還有很多廣校型的抗生素 都在這一波名單中 所以這才讓我們意識到 美國很有趣 因為之前他們的那個參議員 還什麼在質詢的時候才說 你美國國土安全局什麼 防得這麼密不透風 幾乎你的國軍用的藥物 也有八成間接或直接來試中國 這一波讓他們意識到 我說不用斷藥 我只要在我的藥品成分 加個怪東西 你國軍不就垮了嗎 對 是啊 他們才說那你們在安全什麼啊 大家突然間覺得對 他們現在也開始意識到 是吼 我們的藥物好像真的太過仰賴 中國跟印度這些藥物的來源 連美軍的藥物都主要來自中國 那下毒給美軍啦 不就好了嗎 所以他們在意識到說 真的我們得改 可是在未來改之前 他們勢必先必去面對 所以我之前說他們FDA已經盤點了 可是現在可以看到 印度先拉緊報 因為印度說他們之前其實有儲備 因為包括他們的原料七成來自中國 然後其實的關鍵元素很多來自中國 所以他們自己先盤點 有沒有哪些是在 基礎一定必要的用藥的關鍵用藥 現在已經即將面臨短缺 其實據說美國已經有一個藥是短缺 但他們不肯公佈是什麼 可是印度就是有講出來 第一個很多種抗生素 比如說什麼呢 現在小朋友都沒將近肺炎有沒有 就會用一種叫做什麼日俗還是什麼 對對對就是那個抗生素 現在也是列在他們即將缺乏的名單裡面 對 然後第二個呢 比如說呢有些人那個 你知道帶狀泡疹 因為有抗病毒藥 對 那個也列在可能會缺乏的名單中 這個 但這個你想說可能是好的慢一些些 或者用自己的免疫力過去 那現在趕快去打袋狀泡疹疫苗 但是有一個缺乏是公共衛生學家都很擔心的 治療肺結核的藥 因為他這個真的主要真的就是來自中國 所以他們現在發現做這個呢 如果繼續下去 可能即將要面臨斷見的情況之下 肺結核藥不治 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他有傳染性 對 是 所以他們才說這是另外一個公衛的隱憂 因為抗生素沒治好 你是自己沒好或者怎樣 可是肺結核沒有藥醫的話 這接下來跟著另外一波傳染病了